迁徙主要是因为战乱,现代湛江人的来源,主要源于古代史上的四次人口大迁徙。 之前我在农村调研时,发现很多姓氏的族谱,都写著源自福建莆田或敏南,总之大多都是福建移民的样子。 这就是跟其中最大的一次迁入有关。 这四次大迁徙,到底发生在什么年代? 带来了什么影响呢? 让我们根据时间顺序一次次来看。 第一次是在秦朝,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秦王朝派兵平定南越,由军树守及汉人约50万元永进岭南,部分到了雷州半岛,成了最早的外来居民。 这段历史文字记录少,族谱上更是基本没有。 第二次是在汉朝。 这一段文字,我修改了两次,主要是历史太久远了,有的问题会混淆。 首先福波将军是一个封号,历史上有多位福波将军。 与雷州半岛有关的福波将军主要是两位,一位是在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福波将军陆伯德帅兵征讨南越王作乱。 平定叛乱后,在徐文县设军政机构管辖雷州半岛,开治丹尔、珠牙、南海、苍武、玉陵、河浦、江泽、九珍、日南等九郡,雷州半岛居民正式成为郡县兵民。 部分官兵也留守在此,与当地人融合后繁衍生息。 也就是这个时候,徐文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船只往来带动商贸活跃,人员进出频繁。 当时流传一句话,叫做玉拔平。 义徐文,也就是说,谁想脱贫,就到徐文去发财。 于是造成大量的人口涌到徐文谋生。 另一位名气更大,那就是福波将军马园。 东汉建武十七年,公元四十一年。 汉光武帝刘秀,派福波将军马园率兵,征讨江子郡一带作乱。 范围涉及县越南、广西、沿海至雷州半岛等地区。 经过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取得了胜利。 除了平乱,马园将军还对当地的建设发展,做出了贡献。 他每到一处,都组织人力为军县修制成锅,并开取饮水。 灌溉田地,便利百姓。 马园还参照汉代法律,对越律进行了整理,修正了越律与汉律相互矛盾的地方,并向当地人申明,以便约束。 从此之后,当地始终遵行马园所申法律,所谓奉行马将军故事。 至今湛江及周边地区,都有拜福波将军风俗。 徐文雷州等地,建有福波将军妙。 坡头有条村干脆就叫福波村。 福波将军马园雕像。 后来到了东汉末年。 中原长期战乱。 社会动荡。 南方相对稳定。 尤其是两广一带。 山高皇帝远自成体系。 就这样。 未必战乱。 百姓纷纷南迁。 不少进入雷州半岛。 本地人口大幅度增加。 苏东坡在雷州福波庙记中写道。 自汉末至五代。 中原避乱之人多加于此。 第三次是唐出至宋末的福建移民大千起。 时间长达六百多年。 这段历史,我们很多姓氏的族谱都有记载了。 唐朝建立不久。 为加强对边狱的统治。 唐太宗开发南疆。 其敏民于惠州。 这个惠州,也就是现在的雷州半岛地区。 大批汉民。 特别是福建莆田人,涌进雷州半岛。 形成一些莆田人留住的村落。 然而,福建大千移的真正主体, 还是在南宋末年。 宋皇族遭到了史无前例灭绝世的追杀。 二十万残军被援兵追击到湛江挠州及附近海域。 此外, 还另有十万老百姓随军逃亡到这边。 其中不少是协助抗原的莆田人。 惨烈的南宋灭亡之战。 南宋灭亡后, 幸存的人大部分散居在雷州半岛各地。 与当地居民融为一体。 发展成本地主要居民。 随后, 莆田人南千不断增加。 也许有的根本不是莆田人。 但因为信仰妈祖, 就以妈祖的籍贯福建莆田, 作为自己的故乡, 并写进了祖谱。 到了现在, 在湛江地区, 问一个本地人祖籍何处, 或是去他的宗祠探访。 大多有来自福建莆田的记载。 湛江县属广东, 却居住住大量的福建移民。 闽南语系的雷州化, 还成为当地使用人数最多的方言。 湛江地区, 沿海到处都有福建人崇拜的妈祖庙天后宫。 宗祠门口的对联还挂著名陆恩波流月土, 雷阳德泽接莆田之类的对联。 每条村的对联内容不一样, 但意思近似。 大家可以说说本性宗祠的对联是什么内容。 麻邪章是宗祠, 源自福建莆田。 总之, 不管是讲雷州话, 还是讲白话讲吴川话, 湛江地区民间的祖谱, 大多清晰地记载著其祖先, 来自福建莆田, 或是闽南地区。 这一阶段, 在史料上之找到这样一段记载, 唐开元元年, 雷州府, 县徐文, 雷州, 穗西, 麻张, 及湛江市区一带, 四千三百二十四户, 两万零五百七十二人, 到北宋元丰年间发展为九万一千二百七十四户, 二十七万人。 然而, 这个数字远远比不上南宋末年千禧居民, 为湛江带来的人口增长。 可惜, 那个短命的元朝, 只存在了八十多年, 没有留下雷州半岛人口变化记录。 但据我所知, 紧坡头甘堂尘是大宗一个性, 从南宋末年到现在, 开支散叶至二十多万, 分布到梁广、海南、珠三角, 及东南亚一带, 加上其他的姓氏。 估计在湛江福建移民的后代, 现在应该发展到五百万以上。 这个数字并不夸张。 坡头甘堂的城市大宗。 那么, 湛江地区的第四次迁徙, 也就是最后一次。 是什么时候呢? 那是在清朝康熙到道光的 一百五十年间。 康熙皇帝解除了长达二百年地海进, 海运贸易迅速恢复和发展, 素有在海外谋生习惯的 明浙、广潮、 琼崖商人。 频频到湛江海域经商, 相传福建商人方式节族先登。 是当时海上到赤坎经商的第一人。 潮阳旅士, 则是潮州籍首个踏足赤坎的商人。 他们得到当地居民友善关照, 便定居下来, 并不断邀引同乡来赤坎经商。 到了清朝到光年, 赤坎已商旅涨兮, 舟车浮凑, 向官府注册登记的商船, 打四百多艘。 其实中敏队的商航船航, 就有四十五家。 不少商人到赤坎贸易, 觉得大有商机, 便安家置业, 久而久之, 隐聚集居, 自成群体, 形成今天赤坎的潮州街, 福建街,福建村。 当时, 仅潮州集居住的人口就达 一千多人。 这就是湛江古代历史上的 四次大迁徙史。 也是绝大多数湛江人的来源。 如果你了解你姓氏的族谱, 可在下方留言, 你的祖上是来自何方? 又是何时定居湛江的? 接下来我们还会讲到 抗战时期和解放后的 湛江人口流动。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纵横歌的系列 民族历史文章哦。 本文以获占将 民间历史学家洛国和老师 原创授权。